好多人喜歡我們的瓜馬 跟這個蕩蕩的蕩蕩 那個蕩蕩漂亮 陳維智 陳永祥 這對兄弟20出頭選擇扛起 蠻圓身跡 凌晨5點在棗子園工作 已經滿身大汗 套着肥料比例調配 讓這對兄弟行農 產出的藻子 不論口感 鹽度 外觀都勝過於對手 以前我們就是跟他們學 友好的我們留起來 出去跟師父學 因為他們師父有得命過 他們有一定的訣竅 和祕方 加上爸爸他們交給我的 去把它做結合 不管是芭樂還是嫂子 陳家仁都種得超級用心 以嫂子來講好了 他們今年第一次參加全國比賽 就拿到了優等獎 這獎的背後 除了證明他們的實力之外 也代表他們的賺錢 我們泡水泡後 這棵葛拉要死了 這都暖的 怎麼暖呢 823那時候 連續那幾天一直狂向 然後就導致它根部浸泡在水裡面 然後腐爛掉 死掉多少顆巴勒酥 就100多顆油吧 你們在那時候 補其他四五十在裡面 四五十都補掉吧 絕望中他們等到希望 韓國玉上任後 出國幫農漁民搶訂單 他們家是其中的受惠者 過年後早期價格都實在不好 一公斤大概大概四五十塊左右 那我有參與到它的外銷 那時候最高我有拿到 一公斤八十五塊 最有感的是 因為它有新馬和大陸的訂單 把這一些巴勒做外銷 平衡我們國外跟國內的產量 我們價格才不會再繼續往下跌 韓市長他是北農 就是總經理出來 他要跟我們農民站一爭線 知道我們辛苦 在這一塊他會很願意 很有那個心 為我們爭取更多的訂單 喜歡他的不做作 我對他的期待還是說 當到總統 他可以一樣跟我們同時 站在同一陣線上 是 我們會有更多的